前几天一位粉丝留言问我 小胡说 同价位买车 奔驰GLE和宝马X5该如何选择 就怕买完后悔 你得说说 随着发轮机变速箱只能好省心 那么我想问一下四名前的网友朋友们 有没有这两款车的车主 或者没有开过的 对这两台车有什么建议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俩车差距非常大 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车 奔驰GLE要比宝马X5贵一些 外观内饰奔驰一如既往的 稳重大气豪华 适合于商务办事 适合于年龄偏大的 而宝马外观内饰呢 年轻时尚适合于年轻人 宝马X5车长和轴距都比奔驰更大 但是买他懒记住啊 尽量不要买二轮梯四缸机版本 多少沾点单 你花七十万多地买个四缸机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傻呢 买就买六缸机 那是真大哥 但是奔驰GLE是2.5T六缸机 是一个被阉割的六缸 这台发动机是和奔驰S450是同款发动机 而宝马X5是3.0T六缸 正八颈的六缸 扭机和马力都要比奔驰大一些 虽然零百加速都是六秒一里 但实际看起来 宝马一比奔驰跑得快 是吧 主要差距就在这儿 但是论发动机的耐用性稳定性呢 还是奔驰的发动机好于宝马的 宝马商务机共有数大的比如说到了四五万公里左右啊 它会容易出现骚的问题 但不能说百分之百啊 肯定是有的 大多数都是因为气门用风老化导致的 解决方法呢 就是更换气门用风 变中心呢 宝马一直是匹配财富 重置8AT 调节的非常平顺 奔驰匹配是自己压设的9AT 宝马调节的混档更增档更加灵力一些 质量也是要比奔驰的越好一些的啊 那奔驰的9AT也不差 底盘方面奔驰主打的商务啊 所以调节的更加的舒适舒服为主 除了它的四缸机还有六缸机入门版 其余都给匹配了悬挂软用调节 还有空气悬架 还有高低调节 宝马这些配置呢 则需要单独化人区选装 所以说悬架底盘这块 还是奔驰用料更好一些 为了舒适嘛 是不是 宝马呢 调节了偏运动偏操控开的得劲 所以这两台车呢 各有点缺点 都匹配了48%清混 这个东西呢 总而言之啊 你次你开的啊 加速轻快平时安静了 节油了 但是它的臂绝对是大于力荡 因为它维修的时候 如果坏了 它不便宜 两万三万之间都是它 但是这个东西你记住啊 它也有一直开着没事的 但是它就让它出来没紧眼 去看什么样 但这个电机的寿命是三年动五年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出啊 知道吗 你想加速好操控好一点的 你就选择宝马X5 稍微便宜点 如果你商务 年龙大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奔驰机而已 也不说豪华感的 隔音精英呢 要略好一些 就是这样 就算是宝马X5 它论加速 它都不比保时捷卡印差 不比它差 知道吗 就是这样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 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